公元1118年青年节,春寒萧瑟,柳絮飘飞。 63岁的周邦彦踏上隋堤,最后一次回望,微微变景, 带着这座城市留给他的所有记忆,依依不舍地怅然远去。 离别沿袭上的离歌仿佛还在耳边萦绕, 渡口回旋的水波仿佛依然在诉说着缠绵的心趣, 丝丝缕缕的酬情仿佛支撑了一张铺天盖地的巨网, 让周邦彦的情感沦陷其中,不能自拔。 而宋代词坛上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蓝陵王》 也诞生在这个特别的时刻, 登陵望故国,随时精华眷客。 周邦彦孤独远去, 这首七侧美丽的《蓝陵王》 却很快成为汴京城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曲, 并且长盛不率。 动人的旋律,哀晚的歌词, 拨动着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激发起万千共鸣。 直到今日, 每当人们读起那喜尽千华的优美文字, 仍然不由地眼眷叹息, 回味无穷。 沉思前世, 似梦里, 泪暗低。 那么, 在这首诞生于近一千年前清明节的美丽词作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一段凄美的离别故事? 周邦彦的人生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澜呢? 中南大学杨宇教授, 作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诗歌画清明第一集, 梨花雨火摧寒时。 宋徽宗重合元年, 也就是公元1118年清明节后, 在北宋的都城汴京, 也就是今天河南的开封, 一首大家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歌曲, 突然间流行开来。 这首歌呢, 漆测缠绵, 婉转柔美, 大家都爱听。 那么这首在公元1118年清明节后, 突然成为最热门的流行歌曲的创作人呢, 就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 也是著名的词人周邦彦, 他写下来的一首《蓝陵王》。 这首《蓝陵王》作曲填词都是周邦彦一个人。 当蓝陵王在汴京大街小巷疯传的时候, 也正是周邦彦黯然离开京城的时候, 而且这一次离别, 也是他和汴京城的永别。 让周邦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首《蓝陵王》不仅迅速地成为当时流行歌坛的翘楚, 而且在口口相传的过程当中, 还牵扯进了当时特别著名的两个大人物。 这两个大人物呢, 一个是当朝皇帝宋徽宗, 另外一个呢是汴京城里面天后级的女歌手李诗诗。 那么这首在北宋年间成为现象级的流行歌曲的《蓝陵王》, 到底是怎么写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柳阴直, 烟里丝丝弄壁, 随笛上, 曾见几番, 拂水飘棉, 颂行色, 登陵望故国, 谁时, 精华眷客。 长亭路, 年去岁来, 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宗迹, 又久乘哀弦, 登照离席, 梨花余火, 催寒时, 愁一见风快, 半高波暖, 回头条地, 便数亿, 望人在天北。 七侧, 恨堆积, 见别谱迎回, 今后曾记。 斜阳冉冉, 春无极, 念月谢邪首, 鹿桥闻笛, 沉思前世, 伺梦里, 泪暗地。 这首《蓝黎王词》当中的柳音, 宋行, 长亭, 这样一些词汇, 已经点明了它的离别的主题, 那么这样一首流行歌曲, 又怎么会把当时的皇帝宋徽宗和李诗诗给牵扯进来呢? 原来啊, 这个八卦新闻的具体内容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周邦叶来到汴京城之后, 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音乐制作人的身份嘛, 所以跟当时天后级的女歌手李诗诗关系就特别的密切, 他还为李诗诗量身定做过一系列的流行歌曲。 不过啊, 李诗诗这位歌手呢, 实在是太有名了, 有名到连当朝皇帝宋徽宗都忍不住啊, 要时时微服私访到诗诗家里去听他唱歌。 就有这么一天, 天气很冷, 宋徽宗又是突然驾行李诗诗家里面, 不过这一次啊, 周邦叶倒得比他还早, 听到报告说宋徽宗来了。 周邦叶已经来不及回避了, 所以李诗诗啊就把他藏在覆避里面。 刚刚躲好, 宋徽宗一手拿着外地新进贡来的橘子就走了进来, 然后和李诗诗一边拨着橘子, 享受着美味, 一边呢是滴滴的聊天, 说笑, 虽然外面是寒冬腊月, 但是诗诗的屋子里面呢, 却是非常的温暖, 而且香炉里面鸟鸟生起的这样一个香烟, 也把这个房间, 把诗诗的闺房, 点缀得温馨无比。 当然, 宋徽宗和诗诗之间, 他们说笑的内容, 也被躲在复辟里面的周邦叶, 一字不落地听进去了。 而且过后啊, 周邦叶还将这一幕场景, 写成了一首词, 《少年游》, 冰刀如水, 无言圣雪, 掀手破新城, 紧握出温, 受烟不断, 相对作调生, 低声问, 向谁行宿, 城上已三更, 马滑双农, 不如羞去, 只是少人行。 尽管在北宋年间, 宋徽宗和李诗诗的绯闻, 早已经在坊间被吵得是沸沸扬扬, 是老百姓茶余饭后啊, 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那些话题, 大多数是老百姓捕风捉影的一种猜测, 而像《少年游》这首小词这样, 这么多具体的细节, 场景, 甚至包括他们对话的内容, 在公众面前曝光, 那还真是第一次, 而且在老百姓口口相传的过程当中, 这些场景, 细节和对话, 还被添油加醋地增加了很多想当然的夸张, 甚至是虚构, 所以这首《少年游》一时间是风靡精诚, 当然很快也传到了宋徽宗耳朵里, 皇帝的私事这样的被公开,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这还了得, 宋徽宗大怒, 因为这首词《少年游》是周邦燕写的, 所以他随便找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将周邦燕辩出京城, 隔了没几天, 宋徽宗又来到私事家里, 却被告知私事今天不在, 干什么去了呢? 送周邦燕去了, 宋徽宗在私事家里是左等右等, 一直等到天黑, 然后才看到私事回来, 而李私事事两眼又红又重, 憔悴可居, 一看就是刚刚哭过, 宋徽宗把周邦燕打发走, 本来心里挺得意的, 可是一看到李私事专程去送周邦燕, 而且还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 那心里的怒火忍不住是一冒三丈, 他就明知故问, 你跑到哪里去了, 正等了这么长时间, 狮狮迎迎一拜, 说臣妾罪该万死, 周邦燕被贬, 押出国门, 臣妾略备了一杯薄酒, 去为他践行, 臣妾不知道官家今天会来臣妾万死, 狮狮可怜的样子, 把徽宗心头的怒火是浇灭了一大半, 徽宗也是一个奇葩呀, 他先不忙着继续发脾气, 只是兴兴地问了一句, 那家伙是不是又写了什么新歌呀, 时时又是迎迎一拜, 回答说, 确实写了一首新歌, 叫做《蓝陵王》, 徽宗一听, 好奇心哼就上来了, 完全忘记了他刚才要发的脾气, 居然命令诗诗说, 那你唱一遍来给朕听听, 那诗诗就坐下来, 怀抱琵琶, 朱唇清起, 就唱了周邦彦刚刚写的这首《蓝陵王》, 徽宗一时之间是沉醉在诗诗动情的歌声当中, 满腔怒火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曲歌霸, 宋徽宗不但没有再继续发脾气, 怪罪诗诗和周邦彦, 反而是一叠连声派人去, 迅速地把周邦彦再召回来, 并且还提拔他做了北宋朝廷音乐机构大胜乐府的乐政, 这个故事非常生动, 各个细节也是言之凿凿, 所以在很长的时间之内, 都是被人当作是历史的真实, 深信不疑, 并且还是广为流传的。 这首《蓝灵王》的作品, 创作应该跟李诗诗跟宋徽宗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重要的理由至少有这么一个, 据学者考证啊, 周邦彦一生有三段在都城汴京生活的时间, 第一段时期是在公元1079年到1087年, 一共是八年的时间, 这也是周邦彦从24岁到32岁, 这样一个恰同学少年的时段, 而少年游这首小词呢, 应该就是写在周邦彦第一次到汴京的这八年期间, 而宋徽宗赵吉出生在公元1082年, 也就是说周邦彦第一次离开汴京1087年的时候, 宋徽宗赵吉还刚刚只有六岁, 一个六岁的孩子怎么可能跟一位32岁的青年发生为了一个歌女而争风吃醋的事情呢? 显然可能性不大, 而蓝陵王这首词呢, 应该是写在宋徽宗重合元年, 也就是公元1118年的清明节, 这一年周邦彦已经是63岁, 和他第一次到汴京的时间, 已经整整隔了大约有40年, 当然尽管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后人虚构, 但是后人为什么要津津乐道这样一个本来莫须有的故事呢? 原因啊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 这个故事里面的三个主人公实在都是太引人注目了, 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男一号宋徽宗, 他是当朝皇帝, 号召里就不用说了, 这个故事里面的女一号李诗诗, 是北宋年间的天后级歌手, 连皇帝都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 忍不住时时要为了他微服私访, 魅力啊是可想而知的, 这个故事当中的男二号就是天王级的音乐制作人周邦彦, 在当时周邦彦创作的歌曲, 在流行歌坛就相当于是一张王牌, 每至一调, 名流则一律更唱, 他做的曲一传出来, 不仅是名流大家都会严格按照他所创作的词调格律来进行填词唱和, 而且无论是贵人学士还是事块妓女, 无论是有文化没文化, 无论是哪个阶层哪个职业, 皆知美成词为可爱, 都说周邦彦创作的歌真是好听, 宋徽宗、李诗诗、周邦彦这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他们的任何一个话题都会是娱乐界随时关注的焦点, 人们为什么要编这么一个故事, 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还不是因为宋徽宗、李诗诗、周邦彦有多么有名, 而是这首《蓝灵王》写得实在是太好了, 太美了, 美到人们忍不住要为他去配一个极具冲击力和震撼力的精彩的故事, 我们想想看一首流行歌曲, 既好听, 后面又有一个特别动人的故事, 当然更容易流传, 也更容易被人牢记不忘, 那么这首《蓝灵王》到底好在哪里, 美在哪里呢? 我总结了有这么四点, 首先这首《蓝灵王》美在情景交融, 景的主体是杨柳依依, 情的主体呢是离情别续, 柳音直淹里丝丝弄壁, 隋滴上曾见计帆, 浮水飘棉宋新色, 宋代殿京的隋滴在开封城外三里, 是当年隋阳地开通济渠, 沿河筑堤, 遍之杨柳, 所以每到牧春三月, 尤其是清明前后, 柳树成阴, 柳阴成行, 而且柳絮飘飞, 这么动人的春光, 这么让人眷恋的京城, 慈人周邦彦却不得不挥手告别这个美丽的地方, 登陵望顾国, 谁时精华眷客, 京城再繁华, 再美丽, 现在也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 隋滴上, 除了美好的柳色和春光之外, 只有慈人冷冷清清地在回首, 最后一次遥望他眷恋的故都, 1118年, 这是周邦彦第三次离开京城汴京, 而且这也是他临行前最后一次对于汴京的回望, 24岁那年, 周邦彦是第一次从故乡来到了汴京, 成为了一名泰学生, 在宋神宗元丰六年, 也就是公元1083年的时候, 周邦彦啊, 写了一篇文采飞扬的遍都妇, 献给宋神宗, 神宗一看之下大为探上, 破格将周邦彦从太学生提拔为太学正,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一名大学生没有经过公务员考试, 直接当了一所大学的教务处处长, 一直到宋哲宗元幼二年, 也就是1087年, 周邦彦才第一次离开京城出任卢州教授, 卢州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 宋哲宗绍盛三年, 也就是公元1096年, 41岁的周邦彦呢, 在江苏的利水任满, 接到了回京城的调令, 第二年他就回到京城任国子主部, 后来又经过了屡次的升迁, 到宋哲宗正合二年, 也就是1112年的时候, 57岁的周邦彦第二度离开京城, 以奉执大夫, 执龙图阁, 执龙德君府, 这个致所在呢, 今天山西的长治市, 这是周邦彦第二次挥别京城, 宋徽宗正合六年, 也就是公元1116年, 61岁的周邦彦被调回京城任秘书舰, 三年后, 也就是重合元年, 公元1118年, 63岁的周邦彦出之真定府, 致所在是今天河北的郑定县, 这是他第三次挥别京城, 所以他才会说, 曾见几番, 浮水飘棉送行色, 而这一次也是他与京城的永别, 那回首这一生, 从24岁他第一次入京, 到63岁最后一次离开京城, 中间整整隔了有40年, 40年的时间, 他经历了太多的人事沧桑, 有近身的喜悦, 有漂泊的凄凉, 也有爱情的甜蜜, 他也经历过太多的悲欢离合, 所以当他在离去之前, 最后一次回望汴京的时候, 他说登陵望故国, 谁时精华眷客, 一个眷字, 饱含了他40年来人生的辗转臣服, 沉思前世, 似梦里, 泪暗逼, 莫然回首, 往事如烟, 40年前, 他少年英姿, 风华正茂, 躊躇满志, 步入微微变境, 40年后, 当岁月把沧桑一笔一笔, 镌刻在眉宇之间, 当人生的一幕一幕, 不断浮现在脑海里, 那曾经的繁华与孤独, 那曾经的洒脱与彷徨, 那曾经的得意与失落, 如今都已沉淀在记忆的最深处, 那么周邦彦面对清明时节的这一次远距, 为什么会如此的黯然神伤, 愁情满怀, 蓝陵王里还留下了他怎样, 七侧缠绵的离别心声呢? 这一年啊, 北宋的汴京看上去仍然是一派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 而宋徽宗呢, 也依然是沉浸在声歌厌舞当中, 但其实啊, 大宋王朝到了这一年, 已经是外强中干, 各地的农民起义层出不穷, 北边的金国已经是虎视眈眈, 而且这一年, 离京兵南清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 也仅仅只剩下了八年的时间, 1118年, 63岁的周邦彦, 已经走到了他人生的暮年, 而北宋王朝也已经走到了这个王朝的暮年, 所以当垂暮的周邦彦离开京城的时候, 他当然也没有办法预知北宋王朝未来的命运怎么样, 也没有办法准确预知自己未来的命运怎么样, 但是心里的那份凄凉, 还有那一份忧患意识, 就像漫天的柳絮一样, 也是挥之不去的, 长亭录, 年去岁来, 应折柔条过千赤, 在古代异道上是五里亦短亭, 十里亦长亭, 而且折柳送别也是自古以来的一个习俗, 表面上周邦彦是在对频频被攀折的柳条表示怜惜, 但其实是在感慨频繁的离别, 给人们带来的一种凄凉和忧伤的情绪, 其次, 这首词还没在特别的节日寓意, 闲寻旧宗迹, 又酒趁哀闲奔罩离席, 离花与火催寒时, 离别的场景总是相似的, 离别的黯然神伤可能也是相似的, 但是周邦彦这一次离别的时间却是与众不同的, 离花与火催寒时, 他这一次告别京城的时节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 是寒时节, 寒时节在宋代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在宋代一般以冬至过后的第105天为寒时, 寒时节之后的第三天是清明, 那在古代呢, 寒时是一个节日, 清明呢是一个节气, 寒时这个节日是包含了清明节气在内的, 而且两节相连在宋代公务员可以放整整7天的带薪休假, 那这么重要的节日又有那么长的带薪休假, 宋朝人一般会在这个节日干什么呢? 离花与火催寒时, 这首词里面提到了三种很重要的清明节的自然物象, 离花, 鱼, 还有柳, 在寒时这天, 清明寒时第一大节俗就是要插柳, 而且在这一天不管是豪门大族还是平门小户, 如果有成年男子和女子的话, 也会在这个节气里面举行成年礼, 男子举行官礼, 女子举行姬礼, 梨花也是开在寒时前后, 所以我们在古典诗词里面跟寒时相关的, 往往都会看到梨花这个意象, 比如说, 寂寞游人寒时后, 夜来风雨送梨花, 又比如说, 细拢芳草, 踏春后, 玉打梨花, 寒时时都是如此, 那至于雨火, 就更是寒时清明特有的象征了, 就是在寒时这一天, 举国上下要严禁烟火来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 那寒时禁烟火, 到清明重新钻雨柳取星火, 是寒时清明这个节气的重要节俗, 本来是跟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 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 又被赋予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文化的含义, 根据左传的记载, 当年禁骨的公子崇尔, 为了躲避国内的争处的内讧, 不得不逃亡外地, 在19年的逃亡生活当中, 无论他有多么落魄潦倒, 身边始终有那么几位不离不弃的忠臣, 在支持他, 陪伴他, 鼓励他, 其中有一位呢, 就叫做戒之推。 有一次崇尔是实在是饿得撑不下去了,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戒之推是悄悄地割下了自己大腿上的肉, 熬了肉羹给崇尔吃, 救了他一命。 十九年之后, 历尽千辛万苦, 从而回到禁国, 登基做了君王, 这就是后来春秋五霸之一的靖文公。 靖文公登基到了君王, 当然是要封赏当年陪伴他的功臣啊, 可是封赏之后呢, 他偏偏遗漏了救过他命的这位戒之推。 戒之推呢, 也不主动去说, 反而是带了他的老母亲隐居到了绵上山, 就是在今天山西戒修的绵山。 后来惊人提醒啊, 靖文公想起了, 怎么忘了戒之推呢? 他下令让戒之推出来接受封赏, 可是戒之推很有气节, 就是不肯出来。 靖文公没有办法, 想出了一招, 他派人放火烧山, 想以此逼出戒之推和他的母亲, 大火呢是烧了整整三天三夜。 戒之推不但没有被逼出来, 反而是和他的老母亲一起抱着一棵大树, 活活地烧死了。 直到这个时候, 靖文公才是后悔莫及。 他从此下令, 在戒之推的祭日这天, 举国上下, 严禁烟火, 只能吃冷食, 并且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 来表彰戒之推的耿耿故忠。 所以在中国古代, 韩石节, 有三个必不可少的杰俗, 严禁烟火, 吃冷食, 举行祭祀活动。 那也正因为戒之推跟韩石之间的这样一种密切的关系, 后代的诗人词人在引用这个典故的时候, 往往呢也会以戒之推的耿耿故忠, 他的那种气节来自诩, 包括周邦彦也是如此, 周邦彦在很多词作当中都用过韩石节和戒之推之间的这样一个故事, 来表达他以气节自诩, 以孤臣自诩的这样一种情绪。 而且在宋徽宗重合元年, 就是1118年清明, 他第三次离开汴京城, 也是因为他不可以依附于奸臣蔡京一党而被外放。 所以这首《蓝灵王》表面上是写他和心爱之人一一惜别, 但是我们看, 《灯灵旺故国谁时精华眷客》这样的句子, 其实不仅仅是周邦彦自己的一种身世感怀, 还饱含着对国家命运的一种忧患意识。 周邦彦离开京城的时候, 就正是这样一个具有特别的文化意义的韩石节, 《贤寻旧宗迹》又九乘哀贤, 灯照离席, 梨花雨火催寒时。 寒时节前夕, 他心爱的人, 设宴为他践行, 情深幽怨, 灯火昏黄, 那个晚上一一惜别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转眼已经是分隔两端, 清明的时候, 从宫中不停传出来的雨柳的星火, 时不时在提醒着词人, 岁月匆匆, 时光匆匆, 行色匆匆, 愁一见风快, 半高拨暖, 回头调地, 便数亿望人在天北。 他恨啊, 恨为什么风吹得那么急, 船开得那么快, 一转眼已经是离京城天摇地远了。 那送行的那个他, 还会不会呆呆地住立在渡口, 遥遥地望着词人的远去呢? 第三, 这首词啊, 还美在梦幻般的凄美。 蓝灵王从上片的随地柳色, 到中片的寒食送别, 最终转入了第三片梦幻般的回忆, 而情绪呢, 也由含蓄婉转的七侧, 到了堆积如山的恨。 随着京城的距离越来越远, 这种情绪的强烈的程度也越来越强。 见别谱迎回, 惊猴曾记, 斜阳冉冉春无极。 黄昏的时候, 渡口呢, 已经是冷冷清清了, 水波还在回旋不已, 而夕阳的照耀之下, 渲染出一派春色无边的景致, 越发衬托出送行人的行丹影致。 那词人他也不禁陷入了深深的追忆当中, 念乐谢携手, 陆桥闻迪, 回忆是很美好的。 在乐谢之中, 陆桥之上, 他和相爱的人相依相伴, 但是一别之后, 当年那温馨的一幕又一幕, 就变得那么的渴望而不可及。 他只能一遍一遍地在梦中回到那个温馨的过去, 沉思前世, 似梦里, 泪暗底, 想到这里, 怎么会不让词人心如刀割, 泪如雨下呢? 春寒料鞘, 漫天飞絮。 在清明世界, 有一种情绪是相似的。 当亲人别离, 天人永隔, 人世间无法再相聚, 那留在心底的, 只有孤独无助的回忆。 已步入垂暮之年的周邦彦, 如今也要面临离别, 离开这座熟悉的繁华都市, 离开这承载了他所有青春与梦想的汴京城。 一首蓝陵王, 婉转低回地诉说着他, 一言难尽地缅缅心趣。 那么传世家座《蓝陵王》还有哪些别样的美丽呢? 请继续收看《诗歌画清明》第一集, 梨花与火摧寒时。 最后, 这首词还美在蓝陵王这个词调。 蓝陵王这个名字啊, 本身就蕴含着一个特别动人的故事。 传说在南北朝的时候, 北齐闻乡帝的儿子高长公被封为蓝陵郡王, 他的长相特别俊美。 所以啊, 每次当他要临阵杀敌的时候呢, 总是对敌人构不成一种威慑力。 所以蓝陵郡王每次要上前线的时候, 他就会戴上一个很凶狠的面具。 这个蓝陵郡王啊, 威猛煽动, 所以他的威名呢, 一时之间呢, 是永贯三军, 威名远扬。 战士们呢, 就写了歌来歌颂他, 叫蓝陵王入政去。 蓝陵王作为词调的创始人呢, 正好是周邦彦。 尽管到现在, 蓝陵王当时所配合的音乐已经失传了, 但是从各种文献的记载,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这首歌啊, 巧妙的在七侧缠绵和积月慷慨当中自如的切换, 柔缓的旋律和密集的节拍, 也会不停的被转换, 营造出一种一扬顿挫, 变化繁复的音律美。 情景美, 结束美, 梦幻美, 音律美, 这正是周邦彦的蓝陵王, 成为经典名作的四大要素。 前人评价这首词啊, 是酷敬别离之惨, 将离情别墅啊, 可谓是写到了极致。 其实我们也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真的是由色意双绝的李诗诗, 来亲自演唱这首蓝陵王, 那我想恐怕宋徽宗陶醉其中, 应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重合元年的寒时清明, 周邦彦告别京城, 当他最后一次回望微微帝都的时候, 他将永远记住这个美丽的地方, 随地上曾见几番, 浮水飘棉送行色, 柳絮飘飞, 柳英成行, 这是汴京留给他最美好的春天的回忆。 从此他将一遍又一遍追忆这个送别的场景, 沉思前世, 四孟里, 泪暗低, 念月谢携手, 路桥闻低。 这是他远离京城之后, 如梦如幻的凄美回忆。 牧春的清明寒时节, 春色匆匆, 行色匆匆, 时光飞速, 消逝无法挽留, 但是在词人周邦彦的记忆当中, 美好的清明记忆会永恒留住。 对于中国古代女性而言, 爵士的才华和美满的爱情, 似乎总是很难两全。 然而清代第一女词人顾太清, 却是一个例外。 她的笔下, 总是流淌着深深的爱恋, 和浓浓的哀愁。 在这个传奇残女眼中, 清明原本是个美丽的节气, 她与挚爱的丈夫议会, 一起亲手种下海棠花, 普救了一曲曲关于爱的美丽诗篇。 万点星红江土鳄, 阴然窘出凡尘, 那含苞待放的清丽娇美, 见证了她们那段荡气回肠的爱情。 又是一个风雨淒密的清明节, 海棠花依旧默默开放, 挚爱的丈夫却以天人永隔。 在寂寞心寒的深夜里, 顾太清行单影直, 在尘世的辗转中, 品尝着孤独, 舔试着伤痛, 也创造着经典。 伤心怕对闲花柳, 泪洒东风不欲生。 海棠花娇艳如析, 顾太清的眉间心上, 却已深深镌刻下 绵绵不绝的思念, 与物是人非的憔悴。 财貌双全的杰出词人顾太清, 究竟经历了怎样一段 感动人心的爱情故事? 他又是如何通过诗词 来抒发他对爱人 痛彻心扉的思念之情呢? 中南大学杨宇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年轻才讲述系列节目 《诗歌画清明》第二集 《清明时节》 《清道光十九年》 也就是公元1839年的清明节, 草长阴妃, 花红柳绿, 春光正好。 这正是一年当中 踏春的最好季节。 不过这一年的清明节啊, 在北京和往年差不多, 又是风雨交织, 阴雨飞飞, 不过风风雨雨的天气呢, 也阻挡不了人们 要去清明扫墓的脚步啊。 在北京郊区的大南域, 这一天就迎来了一群衣着啊, 并不算特别华贵, 但是一看就不失雍容气度的人, 他们正是来大南域扫墓的。 大南域是清朝皇室的临寝,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 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女子, 衣着非常的肃静, 那几乎是完全素颜的面容上, 是明显的浮着一层浓郁的悲戚之色。 在她的身边紧紧掺着她的呢, 大约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公子, 虽然年纪还比较轻, 但是啊, 也已经是气度不凡。 这位十四五岁的少年名字叫再昭, 他的来历可不小。 她的曾祖父啊, 就是乾隆皇帝的五二哥永祺。 永祺呢, 是被封为荣存亲王。 在现在的很多八零后, 九零后, 甚至是零零后的西幕当中, 乾隆的太子, 可能还没有这位五二哥永祺有名气。 为什么? 这要拜一部曾经是红透半边天的电视剧《环珠格格所赐》。 当然, 环珠格格的情节呢, 纯属虚构。 历史当中的真正的五二哥永祺可没那么浪漫。 她的福建啊, 是西林觉罗市, 是清出著名的大学士, 二太的孙女儿, 可不是来自民间的什么环珠格格小燕子。 那再招呢, 就是五二哥永祺的曾孙。 她这次呢, 正是陪伴着她的母亲来大南遇祭祀她的父亲, 也就是五二哥永祺的孙子义慧。 义慧呢, 是习封多罗贝勒。 而再招身边那位面容悲戚, 但仍不失大家风范的贵族女子, 就是义慧的遗孙, 再招的母亲顾太清。 顾太清呢, 本名是春, 自眉先, 她因为浩太清, 所以我们习惯上称她为顾太清。 因为电视剧环珠格格的走红, 说起五二哥永祺可能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顾太清的名气呢, 反而没她那么大, 但事实上啊, 在清代的文坛上, 真正家喻户晓的并不是五二哥永祺, 而是顾太清。 清代的词学家邝周仪, 甚至说过这么一句话, 男中成荣若, 女中太青春, 认为清代男性词人当中, 首屈一指的当属纳兰信德, 而清代的第一女词人, 则非顾太清莫属, 所以顾太清和纳兰信德, 堪称清代词坛的绝代双交, 所以顾太清在清代词坛文坛的地位, 也可见一斑。 道光十九年清明节这一天, 四十一岁的顾太清, 带着十五岁的长子在招, 来给他的先夫议会扫墓, 扫墓和祭祀的仪式结束之后, 他很郑重地在先夫议会的墓碑前, 摆上了一束洁白的海棠花, 白色的洁白的花朵, 掩映在翠绿的海棠叶当中, 显得是楚楚可怜。 而这个时候, 吉利忍了很久的顾太清, 泪水也忍不住是夺况而出, 滴在花瓣上, 也分不清哪是雨珠, 哪是泪珠了。 这一次清明节, 在先夫议会临请前的祭拜, 也催生了顾太清这首著名的七律。 大南狱的春光是正好的时节, 春花,春草的芬芳, 新香也随着春风飘散在山谷当中, 在太清的心目当中, 议会就好比是高人雅士, 已经归隐了大南狱这样的灵犬, 而只留下了她的遗霜, 一个人在世间饱藏着悲欢离合的心酸。 丈夫一去, 不仅将中年孤独的太清, 独自留在了世间, 而且还留下了四个未成年的孩子。 这一切都要太清一一去面对, 近日忧劳成疾病, 惊眠魂梦却分明。 除了抚养四个孩子成人之外, 顾太清还要一一面对太多的压力和责任, 所以积劳成疾之下, 她也大病一场。 她只能支撑着这种病弱的身体, 日复一日在冰冷而漫长的黑夜里, 在梦境当中重新和她的丈夫议会相会。 又是一个春天来了, 又是一个清明到了, 海棠花依然会盛开, 可是谁还会陪她一起去欣赏那 娇艳的红, 还有纯洁的白的海棠花呢? 伤心怕对闲花柳, 泪洒东风不遇生。 当年带给太清无数温暖和甜蜜的海棠花, 如今却成了她内心深处最尖锐的相思和痛。 顾太清还非常清楚地记得, 就在五年前, 也就是道光十五年, 1835年清明节的前一天, 她还和丈夫议会一起, 清守在她居住的天游阁的庭院前面, 种下了几株漂亮的海棠花。 那清守跟丈夫一起种海棠花还不算, 她还写成了一首《临江仙清明前一日》 中海棠花还不算, 中海棠祠。 万点心红江土鳄, 阴然窘出凡尘, 宜来古寺中珠门, 明朝寒始了, 又是一年春。 细敢柔条, 才数尺, 千寻起字微音, 绿云碧日, 树轮群, 成因节子后, 寄去 中花人。 移来古寺种珠门, 这说明海棠花是从一座荒凉的古寺 移栽过来种在荣王府这样的珠门贵族腐笛里面。 看那红艳艳的花蕾, 掩映在清脆的绿叶当中, 就好比是万朵红霞, 美得超凡脱俗, 美得令人心醉。 明朝寒始了, 又是一年春。 海棠花种下的时候是清明前一天, 寒时马上就要过去, 又迎来了清明节。 那清明节正是牧春时节, 在顾太清看来, 海棠花含苞待放的明夜, 才昭示着春天的真正的到来。 别看刚刚种下的海棠花, 还显得有些纤细和柔弱, 但是细干柔条才竖尺, 千寻起字微阴, 寻是一个长度单位, 一般呢一寻等于八尺。 所以海棠花在议会和太清夫妻的悉心照料下, 终有一天它会长得树干粗壮, 会斑花盛开, 会开花节子。 当他们成因绝子后, 继续种花人, 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记 这一对亲手种下海棠花的恩爱夫妻呀。 相爱是温馨的, 相守是满足的。 那年清明与丈夫何栽海棠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可转眼之间便天人永隔, 此生此世再也不能相见。 在那春寒料鞘, 柳絮飘飞的日子里, 顾太清独守着那空旷寂寥的庭院, 孤独无助地回忆着 与丈夫议会幸福生活的点点滴滴, 来自心底的思念 不断地折磨着她脆弱的神迹。 伤心怕对咸花柳, 泪洒东风不欲生。 在顾太清的作品中, 我们常常能看到海棠的身影。 那么顾太清为什么会对海棠如此的偏爱? 在她与丈夫七美的爱情故事中, 海棠花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不仅是顾太清写了这首 《临江仙,清明前一日》, 《仲海棠》, 很精心地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其实啊, 她的丈夫议会也写了一首 《启罗香仲堂词》, 来和她的爱妻顾太清互相唱和。 那为什么这么一件遗旨海棠的小事, 值得这一对贵族夫妻 反复地引勇再三地唱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必须来回顾一下 亦惠和顾太清, 他们来之不易的爱情和婚姻生活, 以及海棠花在他们这段爱情当中 与众不同的非凡意义。 亦惠和顾太清同年都出生于 清仁宗嘉庆四年, 也就是公元1799年。 亦惠的出生就不用说了, 可以说一出生就是天皇贵重。 而顾太清呢, 他的曾祖父是清出著名的大学士 鄂尔泰。 他的祖父呢, 是鄂尔泰的侄子鄂昌, 鄂昌曾经关居甘肃巡抚。 可是在乾隆二十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文字语, 那就是湖中早的监魔生失朝案, 因为湖中早是鄂尔泰的门生。 所以这个案子就牵连了鄂尔泰整个家族, 连鄂昌也被赐死, 家产, 习数寂寞。 而顾太清的父亲鄂石峰, 就是鄂昌的独生子。 鄂石峰呢, 一生都不能做官, 因为罪人之后嘛。 鄂石峰虽然是罪人之后, 但毕竟是贵族血脉, 书香门第的家风并没有中断, 所以顾太清兄弟姐妹, 从小是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和教养。 而成年之后的顾太清呢, 也是满足贵族圈子当中远近闻名的大才女。 但是尽管顾太清成长得品貌双全, 才华出众, 但是因为罪人之后的这顶帽子, 他一直到23岁, 仍然戴自归中。 而他命运的转折呢, 也恰恰出现在23岁这一年, 因为在这一年, 他第一次迈进了显赫的荣王府, 他遇见了吴阿哥永齐的孙子, 荣王府的世子, 爱心觉罗议会。 原来吴阿哥永齐的福晋西林觉罗氏, 是厄尔泰的孙女儿。 也就是说顾太清是吴阿哥永齐福晋的侄女儿。 所以顾太清呢, 就是以这层身份被吴阿哥永齐的福晋的聘入府中, 充当家庭教师。 他的主要工作呢, 就是教荣王府的格格们读书认字, 吟诗唱和。 这一年不仅是顾太清命运的转折点, 也是议会爱情之门真正打开的一年。 其实在九年前, 也就是议会十五岁那年, 他已经被指婚, 贺舍李氏。 他的夫人自妙华, 人称妙华夫人, 也能写诗, 而且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育有一子一女。 但是十五岁就懵懵懂懂走入婚姻的议会, 其实并没有遭遇过真正的爱情。 直到顾太清出现在荣王府, 一切才开始发生改变。 太清出类拔萃的才华, 太清清心绝俗的容颜, 甚至是太清眼神当中, 好像永远都抹不去的那一抹淡淡的忧郁, 那都让议会是心跳不已。 议会就总是会千方百计, 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去跟太清接近。 之前从未涉足过爱情的顾太清, 当然也感受到了议会灼热的目光。 情窦初开的少女心也是忍不住砰砰直跳, 有时候太清在跟格格们说着话, 眼睛的余光会情不自禁地 飘向这个议会所在的方向。 他心里不得不承认, 自己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男人。 议会真的是一个值得认真爱, 深深爱的男人。 议会不仅是一个高贵的贝勒爷, 他更是一名温润儒雅的学者, 诗人、词人、书画家、收藏家、 著作等生藏书万卷。 而且他还视野很开阔, 甚至曾经拜西洋传教士为师, 学习拉丁文, 他还精通数学。 就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 积极向上的气质, 深深地吸引着太清, 两个人迅速地坠入了爱河。 也许对一个女人来说, 尤其是对于太清这样一个 罪人之后的女子来说, 许诺婚姻才是对爱情负责的 最好体现。 议会虽然有妻子儿女, 但其实一直到现在, 她才真正体会到 爱情的温度和力量。 那份演播交会时候的甜蜜, 那份一日不见如隔三丘的相思, 还有那份患得患失的焦虑, 都让她感受到了 从所未有的情感的力度。 从这一年开始, 议会下了一个决心, 今生今世, 一定要娶太清为妻, 以夫妻的名义生活在一起, 朝朝暮暮, 永不分离。 她的这样一个请求, 或者说提议, 一提出来, 就遭遇了荣王府家人的 强烈反对。 反对得最为激烈的, 其实还不是议会的 嫡妻妙华夫人, 而是她的母亲, 太福晋王家世。 太福晋反对的理由, 非常充分而且有力, 因为按照清朝的规定, 清朝的王室子弟, 王公贝勒贝子, 如果要取侧附近的话, 人选必须从各府的 包衣女子当中去挑, 而太清显然不在此理, 何况她还顶着一顶罪人之后的帽子, 无论如何也没有资格入荣王府, 成为议会的侧附近。 这两条反对的理由, 既不是包衣女子又是罪人之后, 太充分了, 而且太正当了, 让议会也无言以对, 她没有去反抗的理由, 而且随着这段恋情的公开, 为了避嫌, 太清也不得不离开荣王府, 回到她香山的旧居, 而这一年, 议会和太清都是24岁, 刚刚上升到费典的爱情戛然而止, 那无论是对议会还是对太清, 都是难以忍受的折磨, 他们只能够通过平凡的红艳传书, 来传递彼此的相思和痛苦, 好在议会是一个值得依靠的男人, 他心中的那份执念, 没有因为荣王府家人的反对而放弃, 对于议会来说, 天皇贵胄的身份是与神俱来的, 公民富贵也不需要他去努力争取, 他这一生可能真正想要追求, 想要获得的就是一份心心相应的爱情, 所以他绝不言放弃, 好在议会也是个聪明人, 贝勒爷们还终于让他民思苦想出来一条妙计, 他请求他们荣王府的一位老仆, 二等护卫顾文心, 希望能够让顾太清冒充顾家褒裕的女儿, 入府为侧附近, 本来这算是一条不错的办法, 可是这个办法提出来, 仍然遭到了太夫妻的反对, 包括太夫妻在内, 荣王府的这些亲友都来劝议会了, 万一穿帮了这个罪名谁能担得起, 难道你要让荣王府的世代英明毁于一个罪女之手吗, 所以议会好不容易想起来的这一条, 他认为是锦囊妙计又再一次遭遇滑铁卢, 万般无奈之下, 万般痛苦的折磨之后, 议会是大病一场, 这场大病反倒让议会和太清可能是因祸得福了, 议会的坚持最终让荣王府做出了让步, 就在道光四年, 也就是议会和太清二十六岁这一年, 顾太清冒充顾姓褒衣的女儿, 承报宗人府备案, 入荣王府成为了议会的侧附近, 三年艰难的爱情长跑终于修成了正果, 可以说爱情是以摧枯拉朽的力量冲破了一切艰难和障碍, 那太清和议会呢, 从此也成了一对彼此爱重彼此珍惜的夫妻, 尤其是太清, 他入荣王府之后, 虽然此前遭遇了太福敬的强烈的反对, 但他入府之后啊, 仍然是细心的体贴, 侍奉太福敬, 也尊重正式妙华夫人, 所以跟荣府的上上下下关系呢, 也处得非常好, 当然最重要的是, 他赢得了议会全身心的爱恋, 在回顾他们这一段艰辛的爱情长跑的时候, 他的丈夫议会也满怀感慨地写下了一首幻西沙词, 此日天游隔离人, 当年尝遍苦酸心, 定交游记假生春, 旷节因缘成眷属, 半生雌妇损精神, 相看俱世梦里生。 在这首词里面, 议会对于爱妻太清的万般怜惜是异于言表, 当年尝遍苦酸心, 不仅是太清顶着一顶醉人之后的帽子, 他的童年时代, 少女时代是尝遍了人间的万般辛酸苦辣, 而他们三年的爱情长跑, 又遭遇了那么多的坎坷和波折, 定交游记假生春, 他们结婚的道光四年正是假生年, 而这一年, 义会和太清都是二十六岁, 在那个年代, 对于贵族女性来说, 二十六岁才进入婚姻, 实在是太晚太晚了, 好在这一切磨难都已经过去了, 旷解因缘成眷属, 无论经历了多么漫长, 多么艰辛的劫难, 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义会和太清从此可以在一起看花开花谢, 一起听风声雨声, 一起迎日出日落, 太清的爱情如此的浪漫, 连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的日期也很浪漫, 就在道光五年, 也就是结婚的第二年七月七日七夕节, 太清和义会的长子在昭出生, 义会一生是有九个子女, 其中四个是妙华夫人所生, 五个是太清所生, 而且更为难得的是, 妙华夫人是比义会大一岁, 不幸在三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而妙华夫人去世之后, 义会一生, 再也没有续贤, 也从来没有纳妾, 太清是九年占尽专防宠, 她败行所有嫡妻的权力, 荣王府的一切, 比如说嫁娶啊等家务大事, 全部是由太清来主理, 所以太清呢, 上孝顺婆婆, 下呢善待嫡子女, 将荣王府是打理的井井有条, 而太清和义会的婚姻, 也可以说是清代王室贵族当中的另类, 好在义会啊从来都不在乎外界的议论纷纷, 她始终把太清当成她唯一的妻子, 将她全部的爱情都奉献给了太清, 太清和义会的婚姻生活当中, 当然有很多很多很温馨的值得回忆的细节, 但是太清印象最深刻的可能还是在道光十五年的清明节前一天, 她和丈夫议会一起亲手在天游阁前种下了海棠花, 万点兴红将土鳄, 嫣然窘出凡尘, 移来古寺种猪门, 因为共同的对海棠花的酷爱, 他们一起从荒凉的寺庙里面移栽来海棠花, 然后一起种在庭院当中, 海棠花那时候还很鲜弱, 但是在他们的亲手的呵护, 培养, 悉心的照料之下, 绿云碧日树轮群, 成荫结子后, 寄去种花人, 海棠树会长大, 海棠会开花, 会结子, 会一起见证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每一个日日夜夜, 每一个清明节, 明朝寒时了, 又是一年春, 在一年一度的清明寒时前后, 海棠花的盛开, 在太清的眼中, 才真正昭示着温暖的春天的到来, 我认为太清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女子, 因为她赢得了一个最优秀的男人的最优秀的爱情, 所以即使这段婚姻只持续了15年, 但是对于太清来说, 15年就是她整个的一生, 道光十八年, 也就是公元1838年7月7日, 40岁的议会去世, 议会的去世, 可以说是太清人生当中的第二个转折点, 甜蜜的婚姻生活是戛然而止, 太清还没有从丧夫的剧痛当中恢复过来, 紧接着又遭遇了激烈的家庭矛盾, 因为太福尽王家世本来就不满意太清这个罪人之后的身份, 那只是因为太清入府之后, 被他很细心照顾, 也善待府中上上下下, 所以他才不会对这个儿媳妇呢百般挑剔, 可是现在议会一去, 家庭矛盾历史就浮出水面, 什么矛盾呢? 因为在太福尽看来, 嫡数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妙华夫人所生的嫡长子在君, 因为早年丧母嘛, 府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太清在竹里嘛, 所以太福尽就生怕太清和议会所生的在昭, 无端会生出夺敌的非分之想, 那太福尽是为了维护敌长子在君的继承权, 将太清母子赶出了荣王府, 太清母子被赶出荣王府的那一天是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离丈夫议会去世不过只有短短的三个月, 丈夫尸骨未寒, 而太清已经天地变色, 阳光不在。 我不知道太清在离开荣王府的那一天, 有没有留心去看过天游隔前, 他和议会亲手种下的那些海棠, 是否还娇艳如旧。 太清的终晚年, 没有了议会的贴心的陪伴, 海棠花依然是他心头的最爱, 但是此后, 太清所写下的跟海棠花有关的诗词, 那跟他道光十五年写下的那首《临江仙》和丈夫一起亲手种海棠的那种明媚欣喜, 是完全不同的情调。 比如说在议会去世之后, 太清还写过一首《简字木兰花》, 春雨赐韵词, 那又是清明时候了, 又到了海棠花含苞待放的时候, 可是约住春音仁义了, 太清不再像往年的清明节一样, 可以兴致勃勃地和议会一起去郊外踏春, 去赏花, 去吟诗唱贺, 那没有了最爱的人在身边, 他一点都提不起踏春的兴致, 只是独自地聆听着风雨长夜, 漆漆的雨声和悲鸣的杜鹃的提叫声, 明明今是清明时候, 应该是温暖的牧春, 可是廖窍清寒偏移动, 是不是真的春寒廖窍不重要, 重要的是没有了爱人的陪伴, 每一个清明也许太清感受到的, 都是那种彻骨的悲凉, 彻骨的凄凉, 九十春光, 花信才传到海棠, 春天已经过得差不多了, 可是海棠的花季却还迟迟没有到来,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海棠花开得比往年要晚, 而是太清那种凄苦缭络的心绪, 投射到了自然景物, 投射到了海棠花身上, 所以海棠花才会染上了和它一样凄苦的情绪, 海棠花开意味着明媚温暖的春光, 意味着明朝寒始了, 又是一年春, 可是此刻啊, 形单影之, 衰老迟暮的太清感觉一切都是那么凄凉, 连海棠花都好像在联系着它的寂寞和孤苦, 而迟迟不肯绽放出娇美的笑页,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 一直到二十年之后, 也就是太清五十九岁的时候, 这一年是咸丰七年, 也就是一八五七年六月十六日, 议会和嫡妻妙华夫人所生的长子在军去世, 年仅四十岁, 那在军没有儿子, 按照清朝的惯例, 由议会和太清的长子在昭的儿子浦梅入寺, 席决正国公, 那这年七月呢, 浦梅是因祖母太清夫人重入荣王府, 时隔二十年, 太清再一次入住荣王府, 但是在太清眼里, 物是人非的荣王府, 还能不能像当年那样, 带给它无比的温暖呢? 天尤阁庭院当中他们当年一起种下的海棠花, 是不是还能够像当年一样, 带给它春天的温暖和欣喜呢? 在清德宗光绪三年, 也就是1877年11月初三, 七十九岁的太清去世, 和丈夫议会合葬在大南狱, 入股为闻, 春草心, 苍苍松贵, 护家城, 不仅大南狱的苍苍松贵, 会见证议会和太清天荒地老的爱情, 那一年一度的清明节, 绿云碧日树轮群, 成荫节子后, 祭去种花人, 荣王府天尤阁前, 默默绽放的海棠花, 也依然会在悠悠地诉说着议会和太清, 当年的旷世绝炼, 每一年的清明节, 都是南宋著名词人吴梦窗, 梦回西园的特别日子, 西园, 那是他梦迎魂迁的地方, 无论是风雨萧萧, 春花飘零, 还是雨过天晴, 风飞蝶舞, 那都是他记忆中最美丽的西园, 是他心目中最温暖的清明, 十载相守, 一朝分离, 因为爱情, 西园成为了吴梦窗最重要的精神寄托, 因为离别, 清明成了吴梦窗生命中挥之不去的伤痛, 听风听雨过清明, 愁草溢花明, 落花风雨离人, 当深情的往事一遍遍在脑海中浮现, 那物是人非的凄凉感便会袭上心头, 黄蜂贫托鲜琴索, 由当时仙手相拧, 在梦窗的笔下, 绝美的清明风景, 似乎只是为了将他牵引到 那段难以忘怀的过去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经历 让吴孟窗对爱如此痴情 他那幽怨的目光 又是如何穿过七七风雨 一直投向他眷恋的那段时光呢 中南大学杨宇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诗歌话清明第三集 听风听雨过清明 《红楼梦》当中啊 有一个很经典的情节 这个情节呢 就是黛玉藏花 黛玉藏花在《红楼梦》当中啊 一共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出现在第二十三回 西乡记妙词通细语 牡丹亭宴取景芳心 一天早饭之后啊 宝玉就偷偷地拿了一套西乡记 来到庆方闸桥边的一棵桃花树底下 一块石头上面 坐着是如痴如醉地看了起来 恰巧啊 一阵风吹过 树上的桃花呢 被吹落了一大半 吊得宝玉是满身满书 甚至满地一兜使 我们知道宝玉是个多情种啊 觉得这个落花挺可惜的 他就茫茫地把这些落花呢 都拾了起来 一路用衣服兜着 抖到那个庆方闸的水里面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听到背后有个声音在问 你在这里干什么 回头一看 是林黛玉 而且这一次黛玉出现的是一个 非常经典的形象 肩上呢扛着花厨 厨上面呢挂着一只井囊 然后黛玉的手里呢 还拿着一把花肘 宝玉就说 哎呀好好 你来得正好 你看这么多落花 我刚才呀 把这些落花都收拾起来 撂到那个水里面去了 你来了真好 我们一起来收拾吧 然后黛玉就说 这样不好 你看着我们家的水干净 你把落花撂在里面 可是水一流出去 有人家脏的呀 臭的呀 没得浑到 反而把那些花呢 给糟蹋了 我在那边的鸡脚上啊 挖了一个花种 我们不如把花收拾起来 放到这个井囊里面 然后把它埋在花种里 日久天长 这些落花 不过是随尘土化了 岂不干净 哎 宝玉听 这太有道理了 然后就和黛玉 一起来收拾落花 出现了第一次 黛玉脏花的经典情节 那这个情节的第二次出现 就在几天之后 也就是《红楼梦》的第27回 到第28回之间 而且呢 还有一个背景 头一天 林黛玉呢 去怡红院找宝玉聊天 不巧碰到 秦文和其他的丫鬟啊 半嘴 正在赌气呢 似乎不给开门 黛玉开始还没觉得什么 可能想着丫鬟可能没有听见 正在门口 愣神呢 忽然听到 怡红院里面传来 薛宝钗和宝玉 说说笑笑的声音 林黛玉这下子就伤心了 不免又伸出 寄人篱下的 自怨自艺之情 他就 自己堵着气 伤着心回去了 第二天呢 又正巧碰上了盲仲杰 盲仲杰在古代 也算是一个大日子 他标志着 夏天要正式到来 要鉴别花神 祭奠百花 那这个节日呢 尤其是 规格当中的女孩子们 特别重视 所以第二天一起来 大观园里面的这些 女孩子们 一个个打扮的是 花枝招展 嘻嘻哈哈聚在一起 来做建花会 就是鉴别花神 那林黛玉也是勉强支撑着起来 跟姊妹们啊 聊了几句天 然后心情因为还是 不高兴嘛 就早早的就避开一边去了 那宝玉一来 遍寻黛玉不见 心想啊 黛玉 怎么又赌气了 这个时候 他看到花园里面 又是落花遍地 心里就感慨啊 黛玉一生气 连落花呀 都没人来收拾了 所以他兜了 一兜落花 准备去埋到几天前 他和黛玉一起 挖到那个花筹那里去 等他转过山坡 却听到山坡那边 有个人在滴滴地哭泣 一边哭 还一边在念叨着什么 他仔细一听 这个哭泣的声音啊 正好是黛玉的声音 而且黛玉一边哭 一边还吟诵出来 《红楼梦》里面 特别有名的一首诗 《藏花银》 花谢花飞 花满天 红霄香断 有谁脸 宝衣时啊 都听呆了 一直听到 农金藏花 人笑吃 他年藏农 知是谁 试看春蚕 花见落 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静 红颜老 花落人亡 两不知 听到这几句诗 宝玉是 不觉痛到山坡之上 怀里兜的落花呢 也洒了一地 想想看 连黛玉这般 神仙一样的女孩 最终也不免会 红颜退进 香消玉影 化为尘土 无可寻觅 想来真是让人难过不已 那《红楼梦》当中 这两次出现的 黛玉藏花的情节 不仅仅是去烘托 或强调黛玉 这样一种多愁善感的性格 它更重要的意义是 其实标志着 宝黛之间定情的一个 关键的转折点 所以历来的读者也好 研究者也好 或是影视剧的翻拍者也好 都特别重视这个情节 但其实葬花 或者是写葬花的文学作品 并不是开始于 曹雪芹的《红楼梦》 比如说有人就说 待遇葬花这个情节 灵感的来源来自谁呢 来自唐伯虎 唐伯虎住的地方 种了很多牡丹花 那一到牧春时节 牡丹花凋零的时候 唐伯虎就会把落花收集起来 装在井囊里面 葬在耀兰东畔 而且还要写落花诗 来祭奠这些凋零的牡丹花 那曹雪芹的祖父辈曹寅 也写过《百年孤种藏桃花》 这样的诗句 所以啊 《银勇清明》 《银勇落花》 这样的诗句 历朝历代 都是佳作评出 比如说 早在南宋时起 就有一首和清明时节 落花成正 而且诗人来倒吸落花 写下藏花的文字的 这样的著名词作 这就是《丰入松》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首词 《红听雨过清明》 丑草亦花明 楼前绿岸分斜路 一丝流 一寸柔情 料翘春寒重酒 娇家小梦提音 西元日日扫林亭 依旧赏心情 黄蜂平铺铅锁 有当时鲜首相宁 惆怅双冤不道 幽阶一夜抬升 这首词的作者 现在呢 可能不如像苏氏啊 像李清照啊 像秦官啊 那么有名 但是他在两宋词坛 包括在之后的清代词坛 其实名气大得很 这位词人在南宋时期 和新戚集和江奎 是三足鼎立 这首封入松的作者 就是南宋的著名词人 吴文英 他好梦窗 所以我们习惯以好 来称他为吴梦窗 甚至还有人这么说 两宋词坛上 北宋以周邦彦为尊 而南宋首推 吴文英 吴梦窗 所以他在词史上的地位 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 《红楼梦》当中 《黛玉藏花》这个情节 一定是来源于 吴文英的这首封入松 只是如果要比较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首封入松 和《红楼梦》的 《黛玉藏花》这个情节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略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相似的地方 是藏花发生的时节 那黛玉藏花 尤其是第一次藏花的时节 《红楼梦》的记载是 正当三月中患 中患就是中旬 所谓的三月中患 应该大约是在清明和古语 两个节气之间 黛玉藏花发生的时节 是在清明之后 古语之前 而吴孟窗的 《丰入松苗》写的 也是听风听雨过清明 明确指明时节 是在清明之后 那么清明作为 农历三月最重要的节气之一 有这么几个重要的 季后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雨水多 暮春三月一般来说 已经进入了雨季 尤其是江南 那可能是风雨交织 阴雨飞飞 所以暮春三月 既是百花盛开的日子 又是落红城镇的日子 那在烟雨漆迷当中 鲜花盛开和落花如雨 这两种风景 交相应称 形成了无比明媚 又多少啊 有些凄美的清明风景 那当然描写 这样一种落花 风雨的清明景象 最有名的诗 莫过于我们从小 就能背的那首清明诗了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木桶瑶纸 杏花村 每年的清明节 人们都会通过各种方式 来祭奠追忆 以示的亲人 千百年来 寄托着对亲人离别的相思之苦 诗人们从不吝啬笔墨 写下了大量有关清明的名诗佳作 在所有的作品中 也许要数这首清明诗 影响力最大 可谓是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那么在杨宇老师看来 清明诗为什么会深受大家的喜爱 这首诗究竟美在哪里呢 这首清明诗就是营造了一个 漆冷迷离的清明语境 其中 杏花 春雨 酒家 行人 形成了特别的一种意象 路上的行人经过了漫长的旅途的奔波 在这样一个风雨交织的 还飘洒着撂翘春寒的清明的日子 他可能内心的那样一种旅途的疲惫 和思念家乡的乡愁 会比平时来得更加的强烈 所以他很盼望会有一个酒家 可以让他喝个酒 暖暖身子 歇歇脚 所以他问一下路边邂逅的木童 这附近有没有酒家 那木童随手一指 那里就有啊 那游子顺着这个木童手指的方向一看 确实远方若隐若现有一个小村庄 而且看得出来村头盛开了红艳艳的杏花 而且在杏花的枝头呢 还隐约高挑出一面酒旗 虽然看得很清楚 但是经过游人的目测啊 要走到那个杏花盛开的村庄去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那个时候 古代的这个乡村道路 可不像我们现在的柏油马路 尤其一下雨 那路上都是泥泞 那深一角浅一角 所以经过目测啊 游人发现要走到那个 有酒家的盛开杏花的村庄里面去 那还需要一点时间 那这样一想 内心的那种疲惫 那种凄凉 可能会更加的浓郁 这首诗是创造性的 将清明 将春雨 将杏花 将行人 酒家联系在一起 来创造这样一幅 凄美的清明图景 尤其是杏花微语 这是清明节特别让人 心持神望的一种景象 清明期间 急风甚雨 落红成阵 这是孟窗的风入松 和黛玉藏花 两者在时节上的 第一大相似之处 那第二大相似之处呢 就是藏花这个情节本身了 听风听雨 过清明 愁草 溢花明 溢 就是埋的意思 所以溢花明 就是埋葬 落花的明文 或者是道文 所以 愁草 溢花明 就是满怀 商春的愁绪 来写下 葬花 西花 道花的文字 这和林黛玉藏花营当中的 龟中女儿 溢春暮 愁绪满怀 无事处的情绪啊 是非常相似的 不过呢 黛玉的藏花营 主要是由西花 商计 联想到自身命运的 这样一种 薄命 而吴梦窗的 愁草 溢花明 它是 由西花 而集人 它集的那个人 是什么人呢 楼前绿岸 分邪路 一丝柳 一寸柔情 他所联系的那个人 或者说他思念的那个人 是在楼前和他分手的那个人 那跟他分手的那个人 分手的时节 大概也正是在这样的牧春时节 而楼前的那一丝柳 都见证了 他们相依相伴时候的 寸寸柔情 也见证了 他们分手时候的 黯然神伤 风雨 落花 柳阴 已经烘托出了 在这个清明节 梦窗 慈人 他内心满怀的愁绪 那么这种愁绪 怎么才能够排泄呢 廖翘春寒 重酒 娇家 小梦 提音 在廖翘的春寒当中 满怀酬绪 无从排泄 所以他就想到了 借酒来交仇 重酒 就是醉酒的意思 那因为醉酒 他才能够 沉沉地进入梦乡 然后在梦中回到 他跟那个人 相处的快乐时光 但是这样的时光 太短暂了 娇家 小梦 提音 这样的美梦 还没有做够 就听到 娇家的 音的叫声 将他从梦中 惊醒了 这首 《风入松》的上片 从清明的风雨 到了落花 由落花 而引起相思 因相思而醉酒 因醉酒而入梦 因梦醒而伤怀 可以说是将 清明的凄凉的风景 和慈人凄凉的情绪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愁之深 思之窃 情之痴 让人不免感觉到 惆怅哀晚 楼前绿岸 分斜路 一丝柳 一寸柔情 那么在这个词当中 在这个风风雨雨 落红城镇的清明节 慈人苦苦思念的 那个人 到底是谁呢 原来啊 吴梦窗在这首 《风入松》 清明词当中 思念的那个人 是他在苏州居留时期 所纳的一位 美丽的侍妾 吴梦窗这个人啊 很有意思 从小呢 就很有才 可是啊 他又很有个性 特别喜欢诗词 但是呢 不喜欢应试教育 所以啊 没有去通过 科举考试这条路 去博得公民 反而是成为了一个 在宋代啊 极其少见的 专业的词人之一 而他的一生的生计的主要来源呢 是辗转于不同的幕府 充当幕僚来养家糊口 在宋礼宗 少定五年 也就是公元1232年 吴梦窗来到了苏州 这一年他大概是33岁左右 进入苏州的苍台 成为了一名幕僚 而且在苏州一住 就是12年 这也是他一生当中 客居时间最长的地方 12年的时间 足以使孟窗 深深地爱上这个地方 所以直到12年之后 他离开苏州 还不断地在他的回忆当中 重温苏州的美好时光 他非常感慨地说 可惜人生不像无成住 他希望啊 最好一辈子啊 都不要离开苏州 苏州的像林延山啊 虎丘啊 苍浪亭啊 这些名胜古迹啊 都留下过他流连忘返的足迹 当然 苏州让吴梦窗 这么留恋 这么不舍的主要原因 还不是因为苏州 有多少这个名胜古迹 更重要的是 他在苏州 邂逅了他生命当中 最美最温暖的爱情 大约是在他来到苏州的第二年 他就认识了这位苏州的爱鸡 此后啊 这位女子就成了吴梦窗 词当中频频出现的一个女主人公 所以可以说这位苏姬不仅仅是闯入了吴梦窗的生命 他也闯入了梦窗词创作的世界 在1243年 也就是12年的幕府 这个任期满了之后 梦窗离开苏州 携带着苏州的爱鸡 一起来到了杭州 可是就在他来到杭州的第二年 也就是大约纯佑四年 1244年 清明节前后 苏姬离开梦窗 回到了苏州 多少个日子的轻轻握握 多少个夜晚的花钱月下 吴梦窗尽情地享受着上天恩赐的幸福与甜蜜 然而这份美好的爱情 却随着苏姬的离去而漠然消失 只留了空旷的楼台 苦涩的记忆 楼前绿岸 分邪路 一丝柳 一寸柔情 爱人的远去 令吴梦窗陷入到 猝不及防的痛苦折磨之中 在这庭院中 在睡梦里 吴梦窗仿佛时时处处 都能感觉到爱人娇美的身姿 如影随形 挥之不去 那么这位让吴梦窗思念万千的苏姬 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女子呢 那这位苏姬姓名谁 身平经历怎么样 文献上都没有任何详实可靠的记载 尤其他为什么会离开梦窗回到苏州 也没有文献可以提供充分的理由 当然我们可以去猜 也许是因为苏姬是苏州人 舍不得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 不愿意去一个陌生的杭州 或者还是因为吴梦窗 终生辗转在这个幕僚的任上 生活比较辛苦 那苏姬没有办法继续忍受 不得而知 我们只知道苏姬离去之后 梦窗曾经想了很多办法 想要把它挽回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生了两个孩子 梦窗曾经带着两个孩子追回苏州 希望能够通过母子之情挽回苏姬的心 但是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苏姬去意之坚决 让梦窗是黯然身伤 因为苏姬的毅然决然的离去 是在纯幼四年的清明节前后 所以清明这个日子 从此在梦窗的笔下 就成了一个相思和忧伤的节日 其实我们知道清明节 是在春天春暖花开的季节 它本来并不应该是一个忧伤的节日 尽管我们知道清明有个最重要的节俗 就是要醒坟扫墓要祭奠仙人 但它更多的是对于仙人表达一种敬意和追思 并不一定会染上非常浓厚的悲伤情绪 尤其是在唐宋两朝 清明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明亮快乐活泼 充满动感的一个节日 那我们不妨先举几个例子 看看宋代这天 他们必做 必看 必玩的一些事情 当然清明首先肯定是醒坟扫墓了 那宋代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 在清明节这一天 那这和现在清明节高速公路上面 经常会发生拥堵的情况非常的相似 不过宋代人啊 出郊外去醒坟扫墓更多的是一种仪式化 他们主要还是借扫墓这个仪式呢 去郊外踏青 所以清明节呢又称为踏青节 那据宋代的孟良录记载 在清明节期间去郊外野营的 往往会选择靠近明园方浦 奇花异木之处大开宴席 有选择去河边野营的 那往往是采州画房 矮矮撑架随处行乐 那即便你不出城 在城里啊 同样能够享受到美好的春光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百花盛开 像海棠啊 韶药啊 牡丹啊 石榴啊 杏花呀 梨花呀等等都开在这个季节 所以就会有那些卖花的人拎着竹篮 走街串巷的卖花 那除了郊游野营 赏花卖花 还有家家插柳之外 清明节还是宋代人 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好日子 因为这个时候天气已经暖和了 笨重的冬装已经早就脱掉了 换上了清便的春装 那宋人在清明节期间 喜欢开展的运动有哪些呢 像荡秋千啊 豆草啊 醋居啊 所以清明节本来不应该是一个忧伤的节日 而是一个明快的热闹的 充满动感的一个春天的节日 可是自从心爱的苏姬 毅然离去之后 从此之后 梦窗笔下的清明节 就染上了浓郁的 化不开的相思情节 西元日日扫灵亭 依旧赏心情 黄丰平铺铅锁 有当时 鲜首相鸣 西元应该是当年 吴梦窗和他的苏州爱基 在苏州一起居住时候的居所 因为这一份缠绵的刻骨铭心的爱情 那西元也成了梦窗词当中的常客 除了这首封入松之外 比如说 西元有份 断柳七花 似曾相识 还有 木烟疏与西元路 往事一山然 莫过西元等等等等 这些无数次出现在梦窗词当中的西元 都承载着他和苏姬 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恋之情 以西元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点作为过渡 这首封入松 从上片的清明风雨 过渡到了下片的清明之后的雨过天晴 雨过天晴之后 西元的亭台或者是幽阶都可能会铺满了落花 所以他料日日扫灵亭 扫这个亭子里面 或者是树林里面的落花 依旧赏心情 我们看这两句词当中的日日扫 依旧赏 给人的感觉好像还是 梦窗在清明节之后的生活状态 好像和以前还是没有什么区别 他依然会去欣赏清明节之后 雨过天晴的美好春光 依然会扫起落花 并且写下西花和稻花的文字 西元日日扫灵亭 依旧赏心情 每当雨过天晴 繁花落尽的时候 那曾经的居所西元 会跟平时一样被打扫干净 乍一看吴梦窗写下的词 感觉他的生活并没有因为爱人的远去 而发生太大的变化 然而在杨宇老师看来 这表面上不变的背后 却隐含着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 那就是词人内心深处的巨大落差 和植入心底的苦痛 而这份苦痛的降临 就来源于爱人的离去 请继续收看 听风听雨过清明 但是有什么不同 当年他和爱基的足迹 可能流连过西元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爱基去后物是人非 所以他虽然依然是日日扫 依旧赏 其实他的心境和之前 是迥然不同的 黄蜂平復秋千索 有当时先手相宁 我个人以为 这几句词 是整首封入松当中 最亮的 最具动感 也最动人的几句 雨过天晴 西元当中的秋千 静静地垂在那里 有黄蜂不停地 扑向那个秋千的绳索 那词人 正正地助力在这个秋千前 他注视着黄蜂平扑 这个平扑 说明不是一只黄蜂 也不是只扑一次 而是不断地 扑向那个秋千的绳索 为什么会这样呢 秋千上面什么也没有啊 这个时候 词人的想象 让人派案叫绝 有当时先手相宁 为什么黄蜂会 频频地扑向秋千的绳索呢 词人他想 应该是当年爱基 经常在清明节后 在西元荡秋千 他的仙仙玉手 握过的那个秋千的绳索 还残留着他手中的芬芳的香气吧 所以尽管爱基已去 秋千是空荡荡的 可是他的鲜鲜玉手 留下来的鱼香 依然还会吸引着黄蜂 不断地扑向他 所以我们看 黄蜂本来是无情之物 可是黄蜂平扑秋千锁 事实上代表着词人 对于秋千的这样一种 无限的眷恋之情 他眷恋的不是秋千 是从前每一个清明节 在秋千上面明媚地笑着的 上下翻飞的那个美丽的女子 所以前人评价 这几句词啊 是痴语 是深语 惆怅双渊不道 幽阶一夜台生 爱基已去 只剩下黄蜂平扑秋千锁 让他联想到 回忆起当年的鲜首相宁 双渊是绣着鸳鸯的绣鞋 这里当然是代指足迹 当年他和爱基的足迹 已经流连过西元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现在这个足迹 已经遥不可及了 幽阶一夜台生 一夜 这是一个极度夸张的词语 我们想既然吴梦窗士 日日扫灵亭 他每天都会来到西元 去欣赏这里的景色 去扫落花 那么苔藓会不会在一夜之间 瞬间长满整个幽阶呢 这个我觉得很令人怀疑 但他的言外之意是什么 是当他昨天来到西元的幽阶前的时候 他还怀有爱基会重新回来的希望 可是第二天才过了一夜时间 一夜台生 台下已经长满了 那么昨天还残存的那一丁点希望 瞬间完全破灭了 所以黄蜂平铺秋千锁 有当时先手相宁 惆怅双渊不道 幽阶一夜台生 由回忆当中的先手相宁的美好 到惆怅双渊不道的现实的惆怅 再到幽阶一夜台生的最后一线 希望落空的绝望 此人的情绪是越转越深 越转越吃的 清明为梦窗最伤心之时 西元则其最伤心之地 这是刘永记先生在评价梦窗的 清明词的这样一句评价 我想从古到今 也许没有哪一位词人或者是诗人 他的爱情能够跟清明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 也没有哪一位诗人和词人 会在每一年的清明节 都爆发出如此巨大和强烈的 情感的力量和创作的激情 并且这种激情是持续了一辈子 就因为他的爱迹是在清明节离去 那从此清明成为了吴梦窗最伤心的时节 听风听雨过清明 愁草亦花明 对爱旅这种永不褪色的记忆 化作了一个又一个清明节 梦窗面对落花时候的无限惆怅的心情 黄蜂平铺秋千锁 有当时仙手相拧 我想无论什么时候 当我们迎额起这样的词句 可能眼前都会幻化出一幅绝美的图景 雨过天晴之后 在一片心绿和烟红当中 秋千在随风轻轻地摇曳 有蜜蜂有蝴蝶 不断地去扑向坠满花香的秋千的绳索 给我们感觉好像秋千上面 还坐着一位容颜绝丽的女子 她穿着鲜艳的春装 笑叶燕燃 衣昧飘燃 她那双白皙的鲜鲜玉手 握着秋千的绳索 散发出来的芬芳啊 在春风当中飘散 我想那是清明时节最美 最令人沉醉的风景 生逢末世 战祸频发 当漂泊成为一种常态 当相愁成为一种伤痕 当回家成为一种奢望 晚堂才子伪装笔下的 每一个清明时节 便从此落上了深深的痛 无论是在洛阳 在江南还是在蜀地 无论脚步向何方流浪 违庄的心却始终记在一个地方 长安 那是她一生挚爱的大唐 那也是她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一国清明节 空江寂末春 被迫远离长安 那不是违庄心中所愿 大唐国事飘摇 日薄西山 那是违庄无力改变的命运 一厢漂泊的诗人 只能在每一个烟雨凄迷的清明节 用她痴痴北望的身影 承载起重如千军的思念 生生临上鸟 换我 被归擒 那么 违庄到底会在她的诗句中 记录下怎样一段 混乱凄苦的时代悲情 当大唐王朝的末世来临的时候 这个国家又究竟经历了 怎样的磨呢 中南大学杨宇教授 做客白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诗歌画清明 第四季 早是清明 梦与天 公元875年 也就是唐西宗潜伏二年 黄朝在曹州发动起义 响应王先知的起义军 黄朝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 优秀的起义军领袖 他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菊花诗 带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沙 冲天乡镇透长安 满城静带黄金家 我们看这首诗的气势 很不一般 其实这是皇朝落地之后写的 我们一般知道考试落地了 名落孙山 那应该是很颓丧 很诗意 或者是满腹牢骚 可是我们在这首菊花诗里面 看不到一星半点的诗意之情 反而是充满了很豪迈 很乐观的这样一种战斗意志 那在这样一个优秀的人物的领导之下 日益腐败的唐朝统治者 面对皇朝起义军可以说是束手无策 很快呀 皇朝就相继占领了广州 潭州就是今天的长沙 然后又占据了洛阳 直逼都城长安 那这个时候在位的唐西宗 急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 在情急之下 他居然任命一个宦官 这个宦官呢叫田令姿 任命他为总司令 又任命了一个叫张成范的人 率领神策军出官迎敌 神策军啊 是负责长安都城宫廷的 保卫安防的这样一个禁军 理论上应该是唐朝最精锐善战的部队 可是到了晚唐时候啊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腐败的军队 神策军的成员非富即贵 大多数都是长安城里面 很有背景 很有来头的一些丸固子弟 平时啊 鱼肉百姓那是他们的长相 上阵杀敌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他们拿着很丰厚的这个俸禄 成天就知道成立九色 现在真要上阵杀敌了 那一个个是急得抱头痛哭 更有胜者啊 干脆掏一笔钱去顾街上那些流民乞丐 老弱病残 冒充他们的名字出官迎敌 就是这样一个宦官的总司令 这样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神策军 怎么可能去应对士气正在高涨的 皇朝起义军呢 果然神策军一迎敌 马上就稀里哗啦兵败如山倒 皇朝的大军开进华州 威攻长安 唐锡宗啊 只好是哭着鼻子 在宦官田令姿的裹挟之下 瞒着一干大臣 率领着几个心爱的妃嫔和王子 一六烟逃出了长安 一直逃到了成都 在广明元年 也就是公元八百八十年的十二月 皇朝起义军大摇大摆的开进了长安城 而且就在大明宫的镇殿 韩元殿登基 当上了皇帝 国号大旗 大赦天下 风光无限 那真印了他当年写的那首诗 冲天相镇透长安 满城近代黄金家 那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 必然是息息相关 紧密相连的 所以这一场动荡 不仅是改变了唐朝 改变了唐锡宗的命运 也改变了一位著名诗人的命运 在唐锡宗中和二年 也就是八百八十二年的春天 四十七岁的诗人 开始了他的半身漂泊 这位诗人就是晚唐的著名才子 伪庄自端极 在晚唐诗人凋零的末世 伪庄算得上是 一军突起 独领诗坛风骚 而且啊 他还和温提云一起 算是开创了花间瓷派 和温提云并称温伟 也堪称是晚唐词坛的双臂 那这次匆匆忙忙 很狼狈的逃出长安 在临行前送别朋友的时候 伪庄啊 曾经不无悲伤的 充满感慨的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前年相送霸凌春 今日天涯各必情 必情就是躲避战乱的意思 那伪庄这一次 在刀光剑影当中 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 狼狈地逃出京城 此后的十多年时间 他的主要行踪 是往来于江南 江西 湖南一带 可以说是来往万里 为了谋得一线生存的机会 而辗转奔波 异乡飘零的每一刻 可能他都无时不刻在怀念着他的故乡 怀念着长安 在又一个清明节到来的时候 异乡飘零的商怀 化作了他笔下这首浅性之作 如患如炮事 多愁多病身 乱来之久盛 贫去绝前神 异国清明节 空江寂末春 生生临上鸟 患我 北归情 从皇朝起兵的八百七十五年 到写下这首浅性的八百九十一年前后 十六年的时间过去了 那伪装这个时候呢 也已经五十六岁 虽然他是满腹的锦绣文章 治国的金伦 但是在这样的末世当中 感到前途渺茫 看不到一点希望 清明节 本来应该是春暖花开 暖意融融 可是异国清明节 空江寂末春 这里的异国 当然指的是异乡 流落在异乡的诗人 在清明节的时候 丝毫没有感觉到春天的温暖 而只是感到彻骨的寒冷和淒清 他只能拖着多愁多病身 飘零在纷乱的尘世间 无奈地感受着命运的 如幻如炮事 如幻如炮 其实本来是来自佛家用语 形容人生 形容命运的颠倒变换 就像梦幻一样的虚无 像幻觉一样的虚无缥缈 又像泡沫一样 看上去五彩绚丽 但是瞬间就会破灭 也许只有在忧患乱离当中 才会想到要借酒交仇 人只有在极度贫穷困窘的时候 才知道钱虽然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当伪装说乱来之酒圣 平去绝钱神的时候 并不是说他自己真的对酒和对钱 呈现出一种痴迷追逐的这样一种状态 而是也带着一种反讽的语气 他反而从酒和钱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 超脱出来对个人尤其是对国家的前途命运 表现出一种深深的担忧 深深临上鸟 唤我北归情 这个临上鸟 我觉得应该指的是杜鹃鸟 因为杜鹃我们知道是古蜀国望帝杜宇的化身 因为国魄生死而亡魂化为杜鹃 日日夜夜围绕着他的故国的土地悲鸣提雪 而我们一般认为杜鹃鸟的提叫声 特别像这么几个字 不如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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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杜鹃鸟这一声声 不如归去 不如归去 那伪装又能够归去何方呢 当然是长安 长安是他的故乡 也是大唐的国运根脉所系 当年当他仓促逃出长安的时候 他感慨地说 今日天涯各必情 而十年漂泊之后 当又一个清明节到来之际 他万分感慨地又说 深深临上鸟 唤我北归情 其实清明节 漫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花 还有杜鹃鸟不如归去的 深深悲鸣 其实只是唤起伪装 乡愁的一个外婴 事实上 这十年的江南的漂泊流浪 伪装没有一刻 忘怀过故乡 忘怀过长安 那么这十年 也是大唐国运飘摇 风雨动荡的十年 在违装信里 无论漂泊到何处 只有长安 才是他唯一的故乡 是他朝思暮想的家园 然而此时 大唐王朝的都城长安 在一场紧接着一场 血洗的灾难过后 百万人家 无疑忽 家园荒芜 老百姓流离失所 朝不报夕 大唐国运急转直下 只剩下苟延残喘 一国清明节 空江寂末春 他多么渴望 长安能早日恢复 昔日的繁华和宁静 好让他有朝一日 回到他心心念念的家园 然而现实残酷地摧毁了 违装的渴望 都城长安 此时正经历着 一场又一场 史无前例的严峻考验 这十年漂泊当中 长安又发生过一些 什么样的事情呢 自从李克用的沙驼兵 赶走皇朝之后 在中和四年 也就是公元884年 皇朝被杀 起义被镇压 但是起义被镇压 不意味着唐朝日益 激化的矛盾会缓和下来 首先 李克用率领的沙驼兵 在镇压皇朝起义军当中 他自恃是立下了大功 越发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其次 趁着朝廷软弱无力 疲于应付的时候 各道节度史 也开始拥兵自重 甚至是割据各方 其中尤其是 宣武节度史朱全忠 尤其是以他势力最大 野心也是越来越膨胀 最后 唐朝的皇帝 是像走马灯一样 不停地换来换去 而且一个比一个软弱 无论怎么换 唐朝末代的几个皇帝 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被掌握在宦官的手里 任由宦官摆布 就拿伪装生活的时期来说 他的一生经历了七个皇帝 文宗 武宗 宣宗 义宗 西宗 昭宗 以及末代皇帝 昭宣帝 七位皇帝 随便举一个例子 就拿皇朝起义的时候 在位的唐西宗而言 唐西宗本来就是宦官拥立的 登记的时候才十二岁 乳秀未干 宦官随便拿着点糖果零食 就能够把它哄得团团转 而且这个唐西宗啊 朝政没有能力去治理 最喜欢什么呢 喜欢斗鸡 促鸡 打马球 这些赌博活动 他甚至啊 童言无忌的这么宣称 那如果看一个 鸡马球的这样一个 进士考试的话 那这个状元 恐怕就是正的囊中之物了 唐西宗在位十四年 朝政呢 全部交给这个 叫田令兹的宦官去打理 他自己是沉溺在酒色当中 国库空虚 民不聊生 唐西宗在位期间 先是被皇朝的起义军 逼得出逃成都 后来又被李克用的沙驼兵 逼得出逃凤翔 除了逃来逃去 别无所策 异国清明节 空江寂寞春 深深临上鸟 唤我北归秦 从有家难归 到无家可归 伪装就像千千万万个战乱的 受害的百姓一样 逃出长安 被迫辗转江南十多年 那对他来说 清明节从此就成了一个 私乡忧国的节日 年年清明 他都希望能够重返长安 重归故乡 可是一年又一年 他只能空守着 空江寂寞春 凄凉地度过一个又一个 异国清明节 在辗转江南的时候 他写过很多词 这首很有名的 菩萨蛮 可能就写自于 他在江南流浪的时期 人人静说江南好 游人止河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 话传听雨眠 炉边人四月 浩晚凝霜雪 未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 我们现在如果想一下 在江南生活有什么不好啊 江南气候多好呀 风景多美呀 而且隋唐以来 江南已经被建设的 非常的富庶繁华 所以说人人静说江南好 每个人都说江南好 最好能够在江南生活一辈子 一直到老 而从长安来到江南的伪装 确实也觉得 江南确实风景优美啊 你看春水碧于天 话传听雨眠 在这里可以欣赏江南的 碧水蓝天 也可以悠闲地 荡州湖上 听雨入眠 而且对于风流才子们来说 江南也是美女如云的地方 炉边人四月 浩晚凝霜雪 这里运用了 卓文君当炉卖酒的典故 那江南到处都是像 卓文君一样 才貌双全的女子 她们孵如白雪 面若银盘 一笑解千愁 这样好的江南 这样好的地方 那又何必再念念不忘 遥远的故乡呢 未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 她的故乡长安 现在沦陷于战乱当中 已经是一片破败荒凉 那还不如在江南终老呢 与战事频发 破败荒芜的长安相比 江南无疑是诗人的天堂 宜人的乐园 春水碧雨天 画传天雨绵 住在风景如画 气候宜人的江南水乡 吟诗作父 修身养性 仿佛置身于一幅 人间天堂的美丽画卷 在伪装的诗词中 我们看到了 她对江南毫不掩饰的喜爱 那么从长安城 逃离出来的伪装 那个对故乡长安 一直念念不忘的伪装 此时此刻 难道真的把故土的思念 抛在了脑后 准备在美丽的江南 安顿下她的后半生吗 所以我们看整首菩萨蛮 好像她一直在夸 江南美 江南好 江南很温柔 仔细地咀嚼会发现 她从头至尾 说的都是繁育 她其实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呢 是江南再美 江南再好 江南再温柔 江南的美女再多 那也不是她的江南 不是她的故乡 所以她越是宣称 未老莫还乡 越是没有办法掩饰 是她那样一种浓烈的乡愁 这样的漂泊的日子 大约持续了十来年 而在十来年当中 长安又发生了政坛的巨变 在888年 27岁的唐西宗 暴病而亡 那掌权的宦官呢 又拥立了唐西宗的弟弟 李叶登基 这就是历史上的唐昭宗 唐昭宗 紧扶二年 也就是公元893年 阔别长安 十一年的伪装 终于再次回到了故乡 来参加这一年的进士考试 可惜呢 再次落地 直到第二年 也就是昭宗前宁元年 公元894年 伪装才终于 进士极地 适贺为教书郎 十多年之后 重回故乡 故乡啊 终于回报了伪装 一个进士极地的荣耀 虽然对于 年近六旬的伪装而言 这个时候才进士极地 这份荣耀 来得实在是 太迟太迟了 在历尽劫难 重返长安之后的 又一个清明节 伪装满怀欣喜地 写下了这样一首 《长安清明诗》 早逝商春梦雨天 可堪芳草更千千 内观初次清明火 上相闲分百打钱 紫墨乱丝红赤薄 绿阳高映画秋千 尤人记得成平事 暗喜风光似西年 我们看同样是两首 写于清明节的诗 前一首在漂泊异乡的时候 那首清明诗浅信 呈现出一种凄凉 悲伤的情调 可是重返长安之后 我们看这首 《长安清明诗》 就呈现出一些 欢乐的色调 《长安的清明节》 尽管还是风风雨雨 尽管也还有料鞘春寒 但毕竟是 芳草漆漆的春天 千千可爱 更重要的是 这一年《长安的清明节》 好像又回复了往日的一种热闹和活泼 内观初次清明火 上相闲分百打前 紫墨乱丝红赤薄 绿阳高映画秋千 清明节那天 内庭当中 新赚取的鱼柳心火 一批一批的被送出宫廷 赏赐给靖城和皇亲贵起 这仍然是点染出一派热闹生平的景象 紫墨乱丝红赤薄 紫墨指的是精诚的道路 红赤薄呢 指的是从大碗进贡的 汗血宝马的一种珍贵的品种 因为长安是很多富贵人家聚集的地方 到清明节这一天 骏马丝鸣车水马龙 而浓密的绿阳当中 又演映着装饰很华美的秋千 绿阳高映画秋千 那少女荡秋千的嬉笑声 也会穿过农鹰飘散在春风当中 在唐代人看来 清明是一个充满动感的节日 牧春的温暖 也与清明的一种浪漫 桃红柳绿的喜庆 那都成了清明节人们舒展筋骨 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最佳背景 游人记得成平市 暗喜风光四夕年 车水马龙 内官赐火 骏马斯民 簇居拔河 绿阳秋千 笑语喧华 我们面前展现的好像不是唐代的末世 而是太平盛世时候的长安的清明 繁华热闹的景象 那么游人记得成平市暗喜风光四夕年 前面描写的这一系列的热闹和繁华 到底是伪装这一年重返长安之后亲眼所见 还是他记忆当中太平盛世时候的长安清明节的一种再现呢 其实我想这两者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理解 因为重返长安 伪装的心情多多少少是开心的 所以他看到的清明节好像和记忆当中以前的清明节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大唐的国运会有再度复兴的迹象呢 至少伪装是这么期待的 所以他才说暗喜风光四夕年 经历了十多年的漂泊 再度回到长安 还能看到跟以前差不多的清明节 伪装心中是暗自欣喜的 那诗读到这里好像我们已经读完了 但是我们又不免的会心生疑惑 难道诗人的情绪 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是暗自欣喜吗 大唐的国运从现在开始真的会走向复兴 走向振兴吗 经历了那么多的动荡 人们真的还能像以前一样 在清明节的时候嘻嘻哈哈的踢着足球 荡着鞦韆 过一个热闹开心的清明节 事实完全相反 长安清明当中所描述的这样一种清明节的成品景象 可能真的只是诗人记忆当中的一种再现 因为在唐昭宗时代 大唐国运没有一丝复兴的迹象 宦官的专权和藩镇的割据已经成为大唐的一个故级 几个势力最为强大的节度使甚至是展开了激烈的皇帝争夺战 各方力量是斗得不亦乐乎 比如说在前宁三年也就是八百九十六年的七月 凤翔节度使李茂征禁逼长安 昭宗被迫出逃 半道上又被华州刺史韩剑挟持到了华州 伪装也随驾华州 就在前宁四年也就是公元八百九十七年 建议大夫李循受命为两川宣誉和谐史 并且辟伪装为判官随行出使成都 要跟割据成都的这个西川节度使王健去谈判 要命令王健停止对东川的进攻 其实这个时候朝廷对于各路的节度使而言 已经没有丝毫的威信 所以果不其然王健拒不奉照 而且还一举攻下了东川 因此对于伪装而言 这应该是一次极不成功的出使 但是他这一次出使成都 他的学识 他的才华 他的气度 反而给王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王健是屡次盛情邀请伪装 入属辅佐他来建功立业 尽管伪装没有立刻接受 王健的邀请而是返回了这个唐昭宗的身边 后来又跟着昭宗返回了长安 但从此有一个两难的选择就摆在了他面前 一条路是继续辅佐唐昭宗 另外一条路是入属辅佐王健 这两条路无疑会让伪装 换上选择困难者 因为伪装一生 一直是一个心系长安 心系大唐的这样一个人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唐昭宗真的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到这一年昭宗登记已经有十来年的光景 大唐没有丝毫振兴的迹象 形势呢 反而是急转直下 在宦官和藩镇趋于白热化的这个拉锯战之下呀 唐昭宗向一团软泥毫无招架之力 在华州被软禁了三年之后 昭宗呢 回到长安 可是一回到长安 他又立即落入了宦官之手 有一次宦官刘继树甚至是率领一谦进军冲入后宫 改住昭宗逼他退位 让太子监国 然后刘继树是把唐昭宗和皇后 以及十多个嫔妃一起扔到邵阳殿里面 禁闭起来 只在墙角挖一个很小的狗洞 每天送一些馊烂的食物进去 寒冬腊月 这些嫔妃们都没有足够的衣服穿 一个个是冻得哭天喊地 也没有人去理睬他们 堂堂 大唐皇帝居然落到如此落魄的地步 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返回故乡长安的喜悦 大唐王朝接连遭遇的变故 又将伪装拽入到痛苦的深渊之中 伪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醒地意识到 大唐王朝的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 他不愿意背叛国家 更不愿意成为宦官和军阀势力 斗争之下的牺牲品 在无数次痛苦纠结过后 伪装终于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伪装才做出了他人生当中最重要 也最艰难的一个决定 入属辅佐王剑 在唐昭宗天赋元年 也就是901年 66岁的伪装入属成了王剑的长书记 当然这个时候名义上 西川节度时仍然是大唐的臣子 但实际上唐王氏早就没有能力去截至 王剑的这样一个割据的实际情况了 伪装入属的时候 也是唐王朝走到末路的时候 唐昭宗被宦官和节度时 抢来抢去的最终结果是 朱泉宗完全控制了唐昭宗 他杀掉了宰相崔印 杀掉了几百名宦官 逼着昭宗迁都洛阳 然后又在904年8月 派人杀掉了唐昭宗 并且服力13岁的辉王李作为傀儡皇帝 这就是唐朝的末代皇帝昭宣帝 那朱泉宗啊 进而将昭宗的其他九个儿子全部杀掉 三年之后 也就是907年 朱泉宗逼着昭宣帝善位给自己 自己改名朱晃 改国号为大梁 定都汴梁 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 而朱泉宗也就是历史上的后梁太祖 唐朝至此灭亡 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代 由此开启 就在第二年 也就是908年 被废处的昭宣帝被震杀 嗜好为哀 可以说唐朝最后的这一系列的政坛的霹雳巨变 封杀了伪庄 重回长安 重回故乡的最后一线希望 从此伪庄终生都留在了属地 再也没有回过他日日夜夜 心心念念千夕的故乡长安 那就在朱泉宗逼着昭宣帝上位的907年 改国号为大梁的这一年9月份 72岁的伪庄上书给王健 力劝王健自立称帝 那王健当然不可能奉这个朱泉宗的大梁为征术啊 也就欣然采纳了伪庄的建议 登记为皇帝国号大树 那伪庄入属辅佐王健 无疑是伪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 伪庄一生非常坎坷的经历 让他对老百姓的疾苦 有着非常深切的同情 对于政治的亲民呢 又有着非常迫切的向往 所以啊他力劝王健要与民休息 尽量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所以他当宰相啊 前人给他的评价是 不是权 不行私 为至公是首 此宰相之任也 那王健也是一个知人善任 历经图治的一个皇帝 在他在位期间 前属确实算得上是当时 最为富庶 最为稳定 也最为强大的国家 那这是伪庄在属地 政治上面迎来的一个高潮 或者是辉煌 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 在成都的时候啊 伪庄千方百计 找到了当年杜甫草堂的遗址 就是在幻花西边 虽然这个时候杜甫草堂 已经早就荒芜破败了 但是筑底尤存 所以就在这个杜甫草堂的遗址上面 按照当年的结构规模 伪装再一次截庐而居 就住在杜甫曾经住过的地方 而且他后来出的诗集 也提名为幻花集 这说明他既想既成杜甫的那一种诗歌的风格和气象 当同时也既成杜甫那一种忧国忧民的深厚情怀 经历了大半生的颠沛流离 又经历了多少次从战乱当中九死一生的逃离 最后在古兮之年未及人臣 可以说蜀地最终安顿了伪装的暮年 也抚慰了他一生飘临的痛苦 但是也许只有伪装他自己才知道 在蜀地无数个寂静的日日夜夜 他都会梦回故乡 梦回长安 梦回大唐 但是在大唐的末世 帝王昏庸 宦官当道 藩正割据 奸臣勿国 这一切的一切 怎么可能再将大唐王朝推向当年的盛世呢 尤人记得成平是 暗喜风光似西年 梦回长安 梦回大唐盛世 伪装笔下的清明节 就这样染上了忧实伤乱 期盼家国复兴的浓郁悲情和浓烈希望